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搭配特制青酱 微煮拉提香气 听见收之后就能起锅 可爱猫儿造型 好吃又可爱 是这里的招牌之一 另一头还有猫咪造型咖喱饭 一上桌让人忍不住 先喂饱相机 每个餐点里的细节都跟可爱猫咪元素脱不了关系 餐点不管是外观跟吃起来都很好 餐点也都很用心 就是会用些猫咪的东西 然后也很好吃 吃饱喝足来玩扭蛋 迷你扭蛋一打开 里头是造型零食 要跟店里的萌猫搬钢琴 没给他们一点甜头 那可不行 扭蛋机的话主要是让 就是客人可以直接跟猫可以互动 因为大部分的猫 我们这边的猫都是蛮爱吃的 所以这样会直接可以直接很亲近的互动 可以让客人跟猫咪有互动 对 然后也不会太多 就是量不会太多 就是很刚好 一边用餐 这猫大人就在头顶上破桥穿梭 店里头每个让猫咪爬上爬下的设计 其实都是业者做足功课 一步步打造而成 我参考了一下像是韩国 日本 然后泰国 就是以 台湾人如果到国外 你会特别去的猫咪店 然后来结合一些猫咪的硬体 像是抓住 然后天空步道 你要逗一只猫 你要先信他眼睛的注意力 眼睛有在盯的话 我们尽量贴着地面或壁边 像逃跑的猫去带 就连不会逗猫的初学者 还有专人指导 让你跟猫咪一步步拉近距离 猫爱餐厅祭出互动体验 成为猫宠伤及下的六颗秘迹 猫爱餐厅祭出互动体验 猫爱餐厅祭出互动体验 猫渺